縣長,各位委員,各位相關的首長,各位貴賓,各位媒體的朋友,大家早安,大家好! 古人說,人生最快樂的時間,最得意的時候是金房停靈日,還有洞房花燭時。 我覺得我今天來,看到我念之在之的花燭鐵路電氣化能夠通車,我內心的快樂是沒有辦法用言語來表達。 民國九十六年,我有兩次機會,從台東坐車到高雄,從高雄坐車回台東,這一趟,這兩趟旅行,讓我深刻的感覺到,我們對不起花燭的民眾,尤其是台東的民眾。 也就是說對花蓮還比較對得起一點,因為台東常常在花冬花冬的時候會忽略掉,有花無冬,或者鮮花後冬,使得台東始終覺得它是後山的後山。 而從車上呢,其實車上設備並不長,沒有冷氣,也很光亮,整潔。但是速度實在太慢,有時候還要會車。 所以,然後車次也不多,因為你速度慢,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呢,讓我深刻的感覺到,當我們西部的鐵路已經進入高鐵時代的時候,我們東部的鐵路連電氣化都沒有做到。 各位知道嗎?電氣化根本已經落伍了,從某個角度來看的話。 那個是我們當年,從19世紀的煤做動力,到20世紀前50年,用煤跟柴油,到後期用電。 電,電氣化是十大建設那個年代的口號,距離現在也有40年了,實在,實在不能算是我們希望的電氣化。 所以,我在很多的場合,今天是第六次來關心這個工程,多次的向花冬民眾道歉。 我覺得,我們沒有做到區域正義,我覺得我們沒有讓我們的民眾都感覺到,他受到同樣的重視。 所以,這條線的通車,我覺得意義是十分的重大。 剛剛大家都把好處講光了,我能講的不多。 不過,我可以講一點,就是,剛剛我特別下車的時候問,我們說,一日生活圈是什麼意思? 葉部長告訴我,從台北發車,是六點發車,對不對? 從台東發車,是五點發車。 所以說,如果你坐五點鐘的這輛車,到台北八點賣就到了。 換句話說,開會是沒有問題的。 當然,你要人家五點鐘上車,至少四點鐘就要起來。 一大早趕到車站去,那你只要在車上安排他可以補眠一下。 我不知道葉部長有沒有什麼規劃。 譬如說,什麼充氣枕頭啊,薄毛毯之類的。 這個我覺得是應該的,對不對? 把人家生活的日程弄到那麼緊張,所以我覺得起碼要讓大家在我車上能夠補眠。 至少呢,彌補我們要求花這個台東人,趕早出門,一個起碼的回饋。 那麼另外呢,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,這次的工程,它不但是提前還工,而且可能各位都不知道,提前蠻多的。 因為最早核定的時候是97年的3月,那時候我還沒有執政,我5月才執政。 那我們98年12月到玉里去動工的時候呢,那時候我們都聽到了建廷松的呼聲,慘烈的呼聲。 認為拖太久,不要,那時候我核定的時候是7年。 所以當場我就指示,我說怎麼樣能夠把它剪短,是不是能夠剪到5年。 我明確地說,希望能夠剪到5年。結果到了,後來就做了一些修正,一方面呢,把時間提前到這個2014年的3月。 另外呢,就是把這個台東延長到資本,這個都做了。 我真的沒有想到,在工程當中碰到這麼多的困難。困難的強度,真是直追啊,當年的這個雪山隧道。 大家都沒有想到,資強隧道,它原來下面是個湖,在古代是個湖,所以有一個塵泥塵,這個名詞我也還是最近才學會的。 可見呢,這個確實是非常的困難。但是呢,他們總在想出一個還不錯的辦法,就是我們就用原來的資強隧道,老的隧道,新的隧道慢慢做。 原來隧道也可以做,那麼這個原來隧道另外用的鐵軌,將來還可以用到下一步,從台東到屏東的這個延伸的時候再用。 所以不會花很多錢,大概增加了幾千萬,我覺得他們也頗有智慧。 所以我不管,不管這裡的這個山里隧道,溪口隧道,跟自強隧道,有時候還去過兩個次。 我深刻的感覺到這個工程非常有用。所以我看到那個時候,這個縣長說,我經常來這裡探望大家,不是來探大家,而來電大家,讓大家知道我們很關心。 但總算能夠一步一步的完成。那我是希望一方面,在這個整個的工程完成之後的管理上,就應該再加強。 剛剛的建廷兄很擔心,這個還會不會造成新的一票難求。 實際上我覺得,能不能夠請交通部,透過觀光局,透過葉子,能夠安排,不要都集中在周末的旅次,能夠把一部分人,不可能很多了,把它放到這個周間來,就是非周末的時間。 那可能可以透過一些優惠的措施,讓這個人能夠稍微區分一下。 同時呢,就是在各個站的配套,建廷兄動作很快,已經推出了普悠馬公車,而且還是免費的。 你是第一個月免費而已吧,是不是? 台東縣民,一直,永遠免費。 台東縣民第一,這個人滿為止。 不管怎麼樣,我說這個,能夠推動公共運輸,推動軌道運輸,這就是我們愛台十二項計劃的非常重要的一個過程。 所以我想,關於這個工程的細節,我就不多講了。 我只是覺得,第一個呢,我總可以,現在可以,不必每次來台東都向大家道歉。 所以呢,台東人不會沒有感覺。 所以,江院長,這不是小確信,這是大確信。 然後呢,我剛剛聽到大同公司接辦的工程的時候,我也想一跳。 大同公司的電鍋做得很好。 然後還有呢,吹風機也做得很好。 我記得,我三十多年間回國的時候,我父親把他那個,已經用了十多年的吹風機給我。 我又用了,好多年。 所以我一次看到這個,郭林總經理的先生的時候,我就特別跟他講。 我說,貴公司,吹風機做得真好。用了快三十年。 他一聽,臉色非常的沉悶。 他說,你們這樣用,我們賺什麼錢啊。 大同的產品,確實是,口碑很好。 他這次接下來,可能這個,我們部長不知道,郭林總經理在台大還是開管理課程。 非常好的一位老師。 所以實際上,他對這方面是很內行的。 能夠把這個整個做完了,我們感到非常的敬佩。 最後呢,我想在這裡要感謝所有,包括我們鐵工局,鐵路局,我們兩位縣長,在場的徽賓。 都是我要特別要表示,讓大家了解,我們重視花工,不是到此為止。 後面還有三項工程。鐵路的部分,有這個,鐵路電計劃的延續。 然後,南迴公路的拓寬。然後,舒花桿,通通通都會,努力推動。 如期,如值完工。最後我還,剛剛開始的時候,忘了握過一下,我們在場,這麼多原住民的朋友。 我們先來北南族吧。 你要有反應啊! 你要有反應啊! 好,我們再來是阿美族。 你好! 你要有反應啊! 然後我們再來這場,有沒有布農族的朋友? 你好! 你好! 右面上! 在場有沒有亞美達悟族的朋友? 阿高凱! 最後祝大家,身心如意,一切順利。 還有台灣族的啊! 馬里馬里馬サル! 還有沒有? 盧凱族,Sava! 還有沒有? 太嘎破 祝福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总统请先游步 我们接下来进行成果成果